我们再把这一段经文读两次 来预备 好 再来一次 感谢主 我们今天讲贵重的器皿 我们要看整个提摩泰后书第二章 我们要从第一节看起 我们讲贵重器皿的时候 是对每个人 我自己觉得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 或者这个世界 有很多的声音 有很多流行的东西 实在缺少一个东西 缺少自尊自重 我们要自己发挥很多东西 其实常常变成像奴隶一样 跟着潮流跑 跟着群众跑 然后这个社会上 许许多多不正常的现象 只要是风气 大家就跟着 我很希望保罗今天对提摩泰的这个勉励 也是我们自己互相勉励的 我们要做贵重的器皿 我们要更多的有自尊自重 这个自尊自重 不是别人给的 自尊自重 不是我们中国人说的面子 你要给我面子 也不是像现在西方国家很多人喜欢说的 我的feeling不能被伤害 自尊自重 不是我们自己能办得到的 是我们在圣灵的光照之下 在神的话语之下 我们认识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实在是卑微不堪 充满污秽的 这一点叫人很 好像丧气 但是这是一个事实 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太多的污秽 太多的肮脏 我们又去不掉 但是我们更重视的一个信息就是 不止我们是罪恶的 而我们上帝把所有的良善 美好加在我们身上 白白加在我们身上 所以弟兄姐妹 不要自卑 也不要自傲 要舍己 仰望我们的上帝 让我们看到神给我们的恩典多么丰富 以至于我们活得 越来越光辉光彩的时候 我们可以越来越谦卑 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一到六节 第一节 我儿啊 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 刚强起来 基督徒啊 弟兄姐妹 刚强起来 太多事情叫我们很沮丧 太多事情叫我们很灰心 太多事情叫我们忧郁 太多事情叫我们遭遇 太多事情叫我们失望 太多事情叫我们想要跳楼 太多事情叫我们想要躲避 也有太多事情叫我们愤怒 叫我们不平 我们都不是这些情绪 我们有这些情绪 但我们希望我们的情绪 是在恩典上刚强起来 我们承认我们的弱小 承认我们的罪恶 但是主的恩典会让我们 让我们勇敢 让我们更正直 为什么我们会这样 第二节 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 听见我所教训的 也要交托那忠心 能教导别人的人 我们为什么有恩典 我们为什么能够有这种自尊 我们为什么会有这种 自己看到自己是卑微的 却又看到上帝对我们的恩典 因为圣灵光照我们 让我们领受耶稣基督 如何爱我们的教训 让我们在每一次的读经 祷告崇拜事奉中 我们经历 从神的创世纪 第一章第一节开始 神创造天地 到最后 主耶稣要再来的盼望 我们看到整个的宇宙的历史 都是为着我们的 上帝为着我们 当然是为着他的荣耀 为着他的荣耀 在我们身上能够显出来 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这一点在基督教里面 比较少讲 那么我今天也是一个提醒 有人说基督教的三大支 第一个东正教强调的是美 东正教的教堂 各位可能看过 可能看过图片 非常的美 东正教后来在俄罗斯 发扬光大 传说就是俄罗斯的一个领袖 派了他的部下到西方去 说我们祖先拜的这些精灵 神明都乱七八糟 我们需要有个好的信仰 你们去西方看一看 有没有好的信仰 那么他们去了 就是说我们到了 犹太教那里 我们到了回教那里 都有种种的现象 但是教我们不觉得 这是一个好的宗教 听说了 他们到了 Saint Sophia大教堂 Saint Sophia教堂 现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堡 你还可以看到 这个古老的教堂 他说我们进去了 我们被吓住 人间居然有这么美的东西 他们说 因为有这么美的东西 这一定是真的 那么回来报告以后 他们的大功就接受了 东正教就变成他们的宗教 我们华人对此很陌生 不过因为东正教 仍然相信三位一体 仍然相信基督的神人二性 我们还是把它也放在 弟兄姐妹的行列里面 但他们所强调的是美 有人说天主教强调的是善 那么天主教很注重行为的善良 这个我们在这里不去多说了 我们基督教重视的是什么 是真 真善美这三个 有人说基督教重视的 心教重视的是真 天主教重视的是善 东正教重视的是美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真 如果我们所信的不是真 不会有真美 也不会有真善 我们信的是真理 这个真理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包括我们刚才的圣餐和现在的讲道 我们虽然会讲错 我们虽然会做错 但是那个信仰的规模是有见证人 一代一代的告诉我们这多么的真实 提摩太 还有每个弟兄姐妹 我们每个人都要知道 你所听到的 所教训的 是很多见证人做见证的 你自己也是 我们不是在讲欺骗人的话 我们不是在讲纯粹安慰人的话 我们在讲实在在历史中发生的真理 上帝的话 我们一代一代的把这个传下去 这本圣经这么重要 就是这个圣经包括了所有的 所听见所教训的 我们也要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当我们传下去的时候 当我们侍奉主的时候 不只是在教会里的传道 也不只是在平常的短宣队 或者长宣队的而已 我们在所有生活中 我们都是要把基督耶稣的好福音传扬出来 我们传扬的时候 我们喜乐 我们高兴 今天我来这里特别喜乐 特别高兴 这也许也不太对 因为这是一个新唐 我特别高兴 但是新唐总会变旧的 那么这是一个新唐 是一个漂亮的教会 你们实在很有福气 在台湾不多这样的机会 在一个很庄严的教会里面 进行敬拜 很高兴 那么我们很喜乐的现堂 但是我们的生活中 不是天天都是这么兴奋喜乐的 我们有很多的艰难 这个艰难 往往是因为我们行义 因为我们信靠上帝 你要和我同受苦难 我们和保罗 我们和使徒 和基督一起受苦难 好向基督耶稣的精兵 这个受苦难 这个受苦难 不要把它想成我们基督教是一个苦修主义 而要把它想成我们在主的熬练当中 在这世界上的折磨当中 我们能够越来越发出芬芳之气 我们越来越像基督的精兵 基督徒有两个形象是相反的 一个是我们是羊 那是弱小的 是愚笨的 是需要被保护的 是没有力气的 我们是羊 我们的确是愚笨 我们的确是弱小 我们的确需要被保护 我们的确需要大牧人 我们的马金喜牧师 我们需要他 虽然他也是一只羊 但是有的时候看到更小的羊 他不能不好好的牧羊 好像是一个勇敢的人一样 我们是软弱的 我们是羊 但圣经不是只说我们是羊 我们是战士 战士就是刚强的 就是能得胜的 是基督的精兵 是保罗写这个时候 一定想到罗马的军队 这点我也不知道 适不适合讲 罗马的军人就有一点 我觉得我看美军 可能也有这个 以前起码有 就是一种自尊 我曾经说过 我到过纽约 走过那个消防队 那个消防队员在里面 都在待命嘛 没什么事 有点sloppy的样子 可是美国的消防队员 尤其在911以后 尤其是纽约的 他们那个自尊自重 非常强烈 I am proud of myself 我为我是这个工作 做这个消防员 我很觉得尊贵 这意思就是 我们华人大概很尊贵的 就是穿了一个医师袍子 那么我是医生 我是台大的医生 我很尊贵 但是当一个台大的医生 觉得自己很尊贵的时候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真的也很有自尊 还是社会上很看得起 做医生的人 我能够赚很多的钱 我能读很多的书 一个医生的自尊自重 不能建立在 我的钱赚了多少 社会上怎么看我 而是他知道 他这个行业 是上帝给他的 那么在圣经里面 军人尤其罗马军人 是非常荣耀的 各位再一次 这样的荣耀 不是我们自己能赚来的 是上帝给我们的 上帝给我们这个生命 给我们基督精兵的生命 要受各样的苦难 要受各样训练的折磨 让我们变得勇敢 刚强 壮胆 智慧 正义 能够得胜 凡在军中当兵的 不将事物缠身 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 我是华神毕业的 我觉得华神办得还不错 这样讲不知道对不对 什么叫办得还不错呢 这个神学院 当然你有很多的方法 可以来评价 一个神学院 或者一个公司 或者一个教会 办得好不好 我就想到一点 我在神学院的时候 我没有很想回家 我在神学院的时候 周末回家的时候 很想再回神学院 我在当兵的时候 从来没有这种想法 我在当兵的时候 那些老士官 官长都常常说 你们这些死老百姓 天天就是想放假 就是想回到家里去 你们心都不在这里 就是我在当兵的时候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一样 当然这也是我自己的错误了 就是没有以军队为我的家 不喜欢这个地方 这是国家规定我要当兵 当几年 我就在那里数馒头 过一天混一天就完了 我心情最好的时候 就是明天要放假了 我心情最不好的时候 就要收假了 我不喜欢回到军营 我喜欢回到家里 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 就不会 我喜欢神学院 当然我也喜欢家里 各位不知道你们可不可以问一下 马牧师 他喜不喜欢教会 不知道神学生 我们的传道人 他最快乐的日子 是星期天的下午 还是星期五的下午 一般人最快乐的日子 是星期五的下午 因为明天就不要上班了 牧师如果能在星期五的下午 好兴奋 好快乐 哎呀去教会了 好高兴啊 那就是教会很成功了 不管教会怎么样 不管世界怎么样 不管工作怎么样 基督有一个不能避免的身份 你是军队 你是军队的人 你是精兵 社会有它的价值 但是在军中当兵的 保罗讲得很棒 保罗不是说他们要很多的训练 很多的操练 他说不将事物产生 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 我觉得我在军队里的时候 也叫这些老师官 这些职业军人很伤心的地方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掩盖 我们对放假要出去的快乐 我们也没有办法掩盖 我们对回到军队里面 那个好像就开始要吃苦的 那个痛苦 各位成为基督徒 是成为基督的精兵 我盼望教会上帝的家 能让你觉得喜悦 盼望你能够操练 叫那招你当兵的人 就是上帝能够喜悦 好保罗说我们是 要刚强起来 我们要学习上帝的真理 要教导上帝的真理 我们是军人 我们军人是以军队 以教会为我们的家 讨上帝的喜悦 下面他又用了一个形容词来形容 用个metaphor来形容我们的身份 就是武士 武士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 好像没有这个身份 没有日本的武士那个身份 也没有我们看那个电影 那个gladiator那种身份 那个都是很残忍的 都是出手就要杀人的 但保罗也没有多讲那个部分 他讲说 人若在场上比武 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 这是什么意思 我以为他会说 人若在场上比武 非武力 武功高强就不能胜利 他不讲武功高强 他讲 非按规矩不可 那么 恐怕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 需要学习的一件事 我们要照规矩来行事 即使我不知道保罗有没有这个意思 我本来以为保罗不会讲这样的话 但是他似乎是讲了这样的话 我以为保罗会说 武士这个行业是不应当的 因为看比武的都是看流血 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我们应该和平 保罗没有讲这个事 保罗会用每一个人间 我们能够懂的恰当的比喻 来形容基督徒的一些生活和一些例子 譬如说认识上帝 保罗有很多的词来形容上帝 他是我们的父 这是一个形容方式 他是创造主 这是一个方式 他是新郎 这是一个方式 他是主人 这是一个方式 他是石头 他是磐石 这是一个方式 他是山寨 这是一个方式 他是贼 上帝是贼呀 哪有这种事 这是耶稣说的 不是保罗说的 我来好像贼一样 保罗也有讲 当然不是耶稣偷你东西 意思是耶稣来的时候 你会糊涂 会忽略 不要忽略了 圣经有很多形容上帝的 让我们明白上帝的 上帝做的事 圣经也有很多形容基督徒的 武士就是 武士他说 要按着规矩 否则不能得冠冕 基督徒是守法的 守规矩的 在守法守规矩的时候 我们又灵巧像蛇 这个真是很不容易 我刚刚说 耶稣自比是贼 我们基督徒也被比作魔鬼 这是耶稣讲的 你们要灵巧像蛇 我的院长 灵道亮院长是很保守的人 但他常常叹气 他说基督徒只学会了 寻粮像鸽子 灵巧像蛇都很少做 我说很稀奇 这位老院长叫我们要灵巧一点 我们要灵巧 但是我们也要按规矩 第六节 劳力的农夫 理当先得粮食 你看保罗写的都有点奇怪 就都不是我们所想的 武士他没有说 我们要武艺高强 农夫他没有说 农夫农家多么的辛苦 他说理当先得粮食 我想保罗在这里提醒提摩泰 再一次 你自己的身份你要看重 你自己要知道你有什么样的责任 有什么样该做的事情 总之你要刚强起来 要做一个劳力的农夫 要知道你做的事情 是主吩咐你做的 如果我们要把一到六节的这些地方 都能做到的话 就必须有七到十三节 我们要跟基督相连 我们自己是没有这样的能力的 第七节 我所说的话 你要思想 因为主必凡事给你聪明 你要纪念耶稣基督 乃是大卫的后裔 他从死里复活 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 我为这福音受苦难 甚至被捆绑 像犯人一样 神的道却不被捆绑 始终任何的事情 任何我们在伦理道德上 生活行为上 应该做到的事 都要跟耶稣基督的救恩连在一起 我的话 你要思想 什么事 仍然是耶稣基督 为我们的罪死了 复活了 我们所重的 若不死就不能生 死是什么意思 与主同死是什么意思 致死自己的身体是什么意思 就是靠着主的爱 天天来对付自己 靠着主的爱 天天在感恩当中学习舍己 如果一个罪人 不认识上帝的人 或者输血气的基督徒 我们总是 一定是自我中心的 一定是自私的 这没有办法 用任何方法来克服 因为这是我们的本性 这只有上帝的爱 能激励我们 上帝的爱 耶稣基督 为我们从死里复活 我们领受了 我们知道这个宝贝 我们就愿意花上任何代价 来维持 维护这个宝贝在我们心里 而且传扬这个宝贝 我们传的福音 我们不厌其烦的 不怕人家生气的 跟人家传扬福音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 这太宝贵了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 人如果不认识耶稣 人如果没有信靠耶稣 他何等的悲惨 为什么 因为我们让人 我们从圣经里知道 我们的经验也是这样 就是我们信靠了耶稣 有多么大的甜美 有没有痛苦 有痛苦 有没有很大的痛苦 有很大的痛苦 是不是越信就越痛苦 有的时候是这样 但是值不值得 真是值得 我们为福音受苦难 甚至像犯人一样 但是我们忍耐 第十节 各位 做贵重的器皿 要看得起自己 因为神看得起你 不是我们自己看得起你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第十节 我为选民凡事忍耐 叫他们也可以得着 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 和永远的荣耀 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本来这个世界充满了荣耀 或者我刚刚讲的 像东正教强调的 这个世界充满了美 因为上帝是美 上帝做的也是美 这个世界充满了神的荣耀 耶和华 遍地 满了你的荣耀 所有的荣耀 所有的美 最美的 就是按着神形象造的人 各位 你是国色天香 我们每个人都有神的形象 那个美比什么 凡尔赛宫比 比任何的画 风景 星星 月亮 太阳 雪花 都要更美得多 神造的人是最美的 最荣耀的 可是人远离了上帝 人就把这个荣耀破坏了 亏缺了神的荣耀 我们把自己弄丑了 我们是一个良家妇女 变成了荡妇 我们是一块美欲 萌尘 我们堕落 越美的东西堕落起来 就越丑恶 但是我们主耶稣基督 为我们取了奴仆的形象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经历了最丑恶 最痛苦的事 让我们重新得回这 永远的荣耀 我们就以此为珠 珍宝 有可信的话说 我们若与基督同死 也必和他同活 我们若能忍耐 也必和他一同作王 我们若不认他 他必不认我们 我们纵然失信 他仍是可信的 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 这里在提醒我们的 每件事情都宝贵 我们一定要认主 我们一定要爱主 我们一定要过圣洁的生活 可是我们承认我们不能 我们常常失败 我们这么多的失败 这么多的灰心 为什么我们还可以 从灰尘中再起来 因为我们会失信 他不会失信 各位这句话 不叫我们 故意的失信 但这句话 叫我们在 没有信用的世人 和没有信用 不可靠的 我们自己身上 我们有把握 所有整个世界 都堕落了 教会堕落了 我堕落了 上帝在 那就没有问题 一切的错误 都可以被主的恩典 平反过来 他不能背乎自己 在十四到十八节 就讲到说 这个世界 包括在教会里面 魔鬼所做的事情 就是败坏这个福音 有异端的产生 败坏福音 不相信复活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这个问题 希望在这个教会 不是问题 因为我们在这里 都是做建造的工作 没有人像 他所提的 徐弥乃和斐利徒 说复活的事 已经过去了 我们相信上帝 叫耶稣复活了 我们相信上帝 永远的根基立定了 我们相信 主把救恩已经做好了 一定也会成全 这个成全的过程中 他使用我们 使用教会 非常稀奇 他使用我们这些 无能 无智 无力的人 各位 这是最大的神迹 常常教会 成为一个最大的妨碍 我信上帝 上帝很伟大 我信耶稣 耶稣很好 我信圣经 圣经很精彩 但是我不信教会 教会 基督徒都很糟糕 这我承认 圣经是上帝的话很棒 上帝创造世界很棒 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很棒 这些都很棒 但是教会就不棒 教会就很多的软弱 各位可是 这是最稀奇的地方 神就用教会 包括你我 来成全他的奇妙的恩典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 最后要讲的这个 也是我一开始讲的 做贵重的器皿 神独立成就了一切的事 但神成就一切的事 是借着人来做的 他可以不要我们 不要教会 但是他借着这个做 十九节 神兼顾的根基立柱 上面有着印记说 主认识谁是他的人 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 总要离开不易 我们在台湾 常常经历地震 经历地震的时候 我们就很希望 我们这栋建筑物 是很稳的 尤其基础是很稳的 你要相信这件事情 主的话是很稳的 当一个教会 建立在主的话上的时候 主一定会让他稳固 这上面有印记来保证 上帝盖了印记 说这个教会 包括内湖信友堂 包括所有奉主名聚会的教会 主宝贵的器皿在这里 主宝贵的根基在这里 但是主宝贵的器皿和根基 需要离开不易 凡称呼主名的人 总要离开不易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观念 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 一方面我们是离世的 一方面我们是入世的 一方面我们是在地的 一方面我们是在天的 怎么讲 我们是离开这个世界的 当圣经用神呼召我们 神呼唤我们的时候 当我们自己也用这个字说 我蒙招了 这个意思就是神要我们离开 像亚伯拉罕离开 本地本族富家一样 圣经里新约旧约都有很多 这种强烈的描述 像新约的时候 耶稣说 人如果不撇弃一切跟随我 就不配做我的门徒 像旧约亚伯拉罕是很明显的例子 虽然我们有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么明显的例子 亚伯拉罕上弃父亲 下杀儿子 都是上帝家做的 这意思当然不是要我们离弃我们的父母 也不是要我们杀我们的小孩 虽然有的时候实在很弃 不杀也想掐一下就是了 亚伯拉罕应该也是孝顺的 我们圣经也叫我们孝顺 但是所有的美德 包括孝顺 包括爱自己的孩子 神要我们看到一件事 神是一切事的根源 祂配得一切的爱 一切的荣耀 一切的尊敬 你要看到你的生命 你父母的生命 你儿女的生命 万有都是本于他 万有都是靠他而立 如果所有的东西 包括国家 包括民族 包括家庭 包括爱情 包括生命 要有正确的发展 就必须把上帝放在上帝的地位上 他得到全部的荣耀 当罪恶的世界 偏离了上帝 远离了上帝的时候 神呼召我们 离开这个罪恶的世界 到我这里来 回到我这里来 这个态度 是每个基督徒 不管你在神学院 在教会 或在世界工作 都要有的 主 我有一颗放荡的心 这颗心 本来应该爱你的 但这颗心 总容易去爱世界的东西 求你帮助我 总是心向着你 爱你 你唯有在爱主的世上 蒙主的恩典 你才能在爱人的世上 显出你真是有爱的 我们是离开这个世界 因为神呼唤我们 但是我们又是进入这个世界的 因为神猜浅我们进入这个世界 我们不断地离开世界 不断地看到这个世界的空虚 不断地看到这个世界抵挡主的地方 不断地看到这个世界 不要上帝 因此我们离开 我们不断地看到上帝的荣耀 美好 我们因此被吸引 我希望我们每个弟兄姐妹 都不断地有这样的经验 一方面 你越来越看到神真是好 神真是美好 你越来越知道他多么爱你 你也越来越知道他多么可爱 很多的诗人的诗歌 或者诗歌里面都是这样讲 我的良人红而且白 超乎万人之上 主耶稣是甜蜜的 比蜜更甜 这一些话都不是虚假的 是真实的 我们看到主美好 我们就被吸引了 我们看到一朵漂亮的玫瑰花 我们就被吸引了 我们看到一个漂亮的景色 我们就被吸引了 我们就想去 我们就想做cruise 我们就想去看 我们就想去听 美好的东西吸引我们 神是最美好的 愿神不断地吸引你 你对神的认识要增加 你对神的美要更认识 同样你看到这世界的邪恶和丑恶 你越来越要离开这个世界 但是圣经的教训 不是只叫我们 孤方自赏清高的 如果人越清高 越像上帝 就越进入这个世界 我们离开不易 我们也进入不易的世界 我们离开不易不是自大 我们离开不易是渴慕那美善的 我们进入世界不是想要在世界得什么 我们进入世界 是我们有东西给这个世界 我们有福音给这个世界 那能够看到我们有福音 有见证 有美好的东西给这个世界 这不是说我们都要做传道人 而是说我们每个人要在我们的工作上 见证我们主的真实 这一个现象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做贵重的器皿 你要自尊自重 因为神看重你 二十节 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 也有木器瓦器 有作为贵重器皿的 有作为卑贱的 保罗喜欢用器皿来描述基督徒 在罗马书第九章是最有名的 器皿就是工具 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工具 并不是教会才是上帝的工具 并不是神职人员才是上帝的工具 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工具 不是基督徒才是上帝的工具 佛教徒也是上帝的工具 无神论也是上帝的工具 不是天使才是上帝的工具 魔鬼也是上帝的工具 不是天堂才是上帝的工具 地狱也是 罗马书第九章 保罗在圣灵的感动之下 把万事万物分成两种工具 他在那里说就两种器皿 一个是神喜悦的器皿 一个是神愤怒的器皿 愤怒的器皿 英文是vessel of wrath 魔鬼是神愤怒的器皿 在以赛亚书第十章也讲到 亚树是我愤怒的杖 神借着灾难 甚至借着魔鬼 给这个世界成为他愤怒的对象 最后也会被神的愤怒消灭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每个人立志 不要做神愤怒的器皿 要做神荣耀的器皿 当然罗马书第九章那里 也根据旧约圣经讲 这器皿到底是好器皿坏器皿 是上帝来决定 这器皿到底 我们到底是什么料 上帝来决定 上帝要把我们做成什么样 就做成什么样 我们不是都会唱这个诗歌 我们不是都熟悉这个印象吗 我们是泥土 主是姚将 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 事实上你连泥土都不是 你是虚无的 如果不是上帝创造你 连泥巴都不能做 上帝创造了你 上帝塑造了你 上帝烧烤让你成为一个器皿 这都在姚将的手里 对吧 可是耶利米苏不是这样说的 保罗这也不是这样说的 圣经有讲 我们的常识也会知道 一个器皿是什么 完全取决于姚将 姚将要怎么做就怎么做 这我们承认 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 在宇宙万物身上 要怎么做就怎么做 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 你是好器皿坏器皿 由他来决定 这是对的 可是另外一方面 圣经又非常强烈的 说包括在这里 你是好器皿坏器皿 由你决定 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 就必做贵重的器皿 成为圣洁合乎主用 泥巴有自主的意思 泥巴可以吩咐 姚将说把我做的好一点 你可以吩咐上帝说 把我做成贵重的器皿 这两个都是真的 神决定了一切 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 神决定万事万物 好的坏的 我们喜欢的不喜欢的 都在神的手里 但是同样真实的一件事 就是我们人 如果自洁脱离卑贱的事 就做贵重的器皿 圣经这两方面都有讲 当然神决定一切是基础 但是人自洁脱离卑贱的事 虽然是靠着上帝 也一定靠着上帝 但是却是一个 我们不可以忽略的事 弟兄姐妹 要有一个心智 这个心智来自上帝 来自上帝的话 来自上帝的恩典 那个心智不是什么野心 那个心智是被上帝感动 而发出来的一种 善良的意愿 我要怎么样 我要怎么样 主若愿意 我要怎么样 那个心智 总需要被调整 那个心智总需要被破碎重建 也就是那个心智总要在上帝的恩典下 被调整 摩西有一个心智 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培养出来的 我们也不知道在法老的皇宫里面 摩西学会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 他在流亡的时候 他在米甸的旷野 保护米甸的祭司的牧羊女的时候 那些牧羊女回到家里都说 今天我们回来得早 是因为一个埃及人帮助我们 摩西在埃及的宫中长大 他的思维 他的想法 都是埃及人 他受的文化也是埃及人 他讲的话也是埃及人 以至于米甸的牧羊女看到他就说 那个是埃及人 他是埃及人 但是 somehow 他的家教吧 上帝的呼召吧 他对他的同胞 有一种很强烈的爱 以至于他这个在埃及宫中长大 从小到四十岁 一直在埃及宫中长大的 有一天出去看到一个埃及人欺负西伯来人 他就把那个埃及人打死了 他很爱他的同胞 但是这个爱跟每个爱 跟每种感情一样 都需要被破碎 以至于后来摩西 仍然是爱他的同胞 但是后来摩西爱他的同胞 是在上帝的呼唤下 做救他同胞的事 当他凭着自己的意愿 去爱他的同胞的时候 结果是他自己逃亡 自己灰心 一逃就是四十年 躲到一个地方四十年 不问政也不怎么样了 什么都不管了 一直到上帝在呼召他的时候 他才重新拾起他原来的愿望 那个愿望看起来是一样 就是叫以色列人得自由 脱离埃及人的掌控 但实际上有很大的不一样 一个是自己民族的感情 一个是上帝的呼唤 各位你想做一个好妻子 好丈夫 你想做一个 不管是百万富翁 或者什么样的人 所有的意愿 都有可以 可许的地方 但是都需要被破碎 你想做一个牧师 你想做一个宣教士 你都需要被破碎 所谓被破碎就是 不能只是你的喜好 不能只是你的感动 必须是上帝的爱感动我 人要自洁脱离悲见的事 我们会承认 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 叫我们堕落 也有很多东西 叫我们更高贵 更高尚 你看到一些好的榜样 你会欣赏 会学习 会羡慕 那么你看到坏的榜样 有时候会被影响 我们很希望 上帝的爱 耶稣的爱 还有教会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看到 上帝的良善的美好 我们会去追求他 我们求神打开我们的眼睛 看到像主是多么的美好 耶稣在讲天国比喻的时候 讲过 天国好像人寻找一个 重价的珠子 天国耶稣在马太福音 所讲中的比喻 实在很像和事弊 人看这是一块石头 没有价值 外行的专家看也是 这是一块石头 没有价值 有一个人 这不是一块石头 这是一块石头 石头里面有玉 各位你们喜欢玉的人 大概都知道 我这个不喜欢玉 也不懂的人都知道 有一次听人家跟我讲 那个在建国玉市那里卖玉的 大概每个地方都是一样 有一块石头 可能漏了一点点的玉 那这块石头是里面 都是石头呢 还是都是玉 是好的是坏的 听说这就是专家来鉴定 和事弊 很多的专家 国宝级的专家鉴定 那是石头 有人看 这不是石头 这里面有玉 为了这个 他的两只脚都被砍断了 比那个和事弊 那块玉更宝贵的 是匠人所砌的石头 全世界 所有的人 所有的聪明人 看到上帝的宝玉 就是耶稣基督的时候 都以为是一块没有价值的石头 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 各位我们需要继续被圣灵光照 让我们看到基督的宝贵 以及基督徒可能成为的宝贵 你要自解 脱离卑贱的事 做贵重的器皿 成为主贵重的器皿 不是欲望 不是我要发号司令 不是我要建立一个百万人的教会 我的名气有多大 而是我经历到神的爱 我被神的爱感动了 我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求主让我们每个人 每个年龄层的都看到 我们不一定能做什么事 我年纪再大 如果我的爸精神再严重 可能倒也不能讲了 但是我的心智要有一个心智 我要做神贵重的器皿 合乎主用 即使你什么都不能做了 你的心还能够为主来祷告 我们就感谢主 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 同那清新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 信德仁爱和平 基督徒追求 基督徒可目 基督徒行坐 基督徒也逃啊 耶稣说有人在这层逼迫 你就逃到那层 保罗在这里讲 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 老年人也会一样有少年的私欲 保罗现在是年纪老了 所以他说是少年的私欲 我是提摩太 我就会说 你要逃避老年的私欲 老年少年都是罪恶 我们都有那个欲望 那个欲望 要被我们能控制才好 那欲望 像野火一样的时候 我们就要逃避 就要躲避 这是生活中不能避免的事 约瑟就经过这样的事情 当房间 当那个房子里 一个人都没有的时候 只有约瑟和他女主人在的时候 女主人引诱他 约瑟没有说 哦 感谢主 让我学习做柳下会 没关系 坐怀不乱 你女主人再怎么样 我都不动心 各位约瑟没有那么幼稚 约瑟就逃了 因为在房间里面 没有人能够胜过这个试探的 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 弟兄姐妹远离那些私欲 远离他 像远离瘟疫一样 不但是远离 这里两个字又是相反的 一个是逃避 一个是追求 对于邪恶 但是很有吸引力的事情 我们要逃避 对于美善 但是需要付上代价的 我们要追求 追求公义 信德 仁爱和平 我们需要看到这些圣灵的果子 是多么的宝贵 值得结出来 值得我们去追寻 我们又再想 你平常追寻 渴慕的事 是什么东西 我很遗憾 我们追寻渴慕的 常常不是最宝贵的东西 常常是次要的东西 愿这个教会 愿每一个教会 愿我自己都是 常常逃避少年的私欲 因为这个私欲 其实很难逃避 它不在外面 它在心里面 我们只有用主的爱来对抗 我们也只有跟弟兄姐妹 倾心祷告主的人 一起追求公义 信德 仁爱和平 各位追求这些美善的东西 如果我们是凭着信心追求 就像耶稣说的 我们寻找就寻见 叩门就开门 真的很奇妙的恩典 世界上最宝贵的 这些神的品 神的性格 这些神仆人的性格 这些圣灵的果子 是神愿意白白给你的 所需要的是 你对这些要有一个可慕的心 但我们对这些不太可慕 什么圣洁 仁爱和平 那些让马牧师多多去追求吧 我还是要钱 你可以要钱 先求神的果合意 求主帮助我们 羡慕良善 羡慕良善的事 羡慕美善 让我们看到的美是真美 让我们看到的美是永恒的美 让我们看到的美是能够造就人的美 我不反对 现在一般说的美女 美景 或者是这些美 这些是美 但是 认识上帝的慈爱和恩典 那是最美的事 那是我们每个礼拜讲道 那是我们每天生活中 需要有的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要追求这些美好的事 二十三节 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 总要弃绝 因为知道这种事是起真净的 然而神的仆人不可真净 只要温温和和地带众人 善于教导 存心忍耐 用温柔劝戒那抵挡的人 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 可以明白真道 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 任意掳去的 可以醒悟 脱离他的网络 保罗最后劝我们 我们自己要自解 追求美善的事 接受神给我们的锻炼 那么对那些抵挡的人 我们温柔忍耐 劝戒他们 不知道神什么时候 保罗说 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 叫他们明白真道 可能是你的家人 可能是你的朋友 我们继续祷告 我们继续温柔 劝戒那抵挡的人 希望他们 已经被魔鬼掳去 你要知道你以前也被魔鬼掳去 上帝带把你救回来 上帝带把你救回来了 不要又被掳去了 上帝带把你唤醒了 不要又睡着了 我们求主帮助 我们自己追求美善 我们用温柔 用温柔劝戒那些抵挡的人 盼望他们可以醒悟 脱离他的网络 这个教会很漂亮 这教会很宽敞 我巴不得这个教会 很快就挤得坐不下了 我们可以再欠九千万 再去建一个堂 不是我们有野心 是我们希望上帝的福音 传到每个人的心中 我们祷告 天父求主同在 怜悯恩待你的教会 恩待你的仆人 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恩惠和慈爱中 继续地成长 我们希望我们茁壮 我们希望我们强大 我们希望我们刚强壮胆 我们希望我们越来越美善 但我们希望这些 不会造成我们的骄傲 而造成我们更多的谦卑 更多的勇敢 是更适合做你器皿的人 奉主的名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